当然我是希望说将来可以打开 然后直接可以在Excel看到我们要的结果 这个是用Pandas 帮我们存完的最后的结果 好处就是说 比较没有像刚刚那个存CSV 会有那个编码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存UTL8 那你Excel打开 又是乱码 那你又要再转码 那真的麻烦 那如果你直接存档的时候 像我刚刚把那个Incoding 等UTL8把它delete掉 它又会出现说缺字 那个字找不到对应的编码 那又跟你讲说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帮你转 所以当然还有别的方法 可是直觉想到的 我希望存成Excel 那目前想到最简单用Pandas 当然能够处理Excel的 还不是只有Pandas 光Excel能够处理的 至少10个20个以上的三关套件 那怎么办 你当然一定要挑最简单的 很多方法 好像还有比较常用像什么 像XLWINS 也还蛮常用 而且仿街 现在成品上有一本书 当然会介绍XLWINS 它的方法是说 如果你不在Excel写VBA的话 你也可以在Python里面 直接用XLWINS 去存取Excel 然后做一些相关的处理动作 也是可以的 反正方法很多 还有其他的相关的模组 只是说 每一个模组 它都有优点 也都有缺点 因为它不是原生的 所以它有些地方做得到 但是有些地方做不到 OK 那如果我说做不到怎么办 这个简直不能用 OK 所以我说怎么办 你还要 如果你要彻底来 你还要分析说 到底你用哪一个模组是 对你来说 你这个工作是最有帮助的 可是每个人要那么多时间 还没给每个事 对不对 OK 所以我在想说 最后 你倒入有时候 所以我的同学说 老师那我应该用哪一个 我也不知道你的需求 所以我直接跟你讲说 如果你都什么都不知道 你干脆写VBA算了 为什么?因为VBA就直接在Esser里面了嘛 那你绝对没有做不到的 因为它是原生的 有点像是他们家自己人吧 那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如果你不是他们家自己人 对不对 那毕竟隔一层 所以有些地窗 也许大概80%可以做到 可是有20%做不到的话 那你还是需要再去找别的方法 那岂不是永远有写不完的程式了吗 OK 我不知道 反正这种工具 也没有说哪一个完全是100%的 好像也没这种东西 我觉得主要是看你工作上的需求 OK 而定 那我只是我粗浅的看法 OK 因为我VBA也交了好多 我VBA应该交了超过20 有没有那么久 我不知道 然后我交很久了 那为什么我刚开始 我会开始教VBA 就是因为我刚开始就是写一些文章 录一些影片 然后人家看到了 就问我有没有兴趣 就是教这个课 一直教一直教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的想法是说 我上课我就录影放上去 上课我就录影放上去 然后学生就会一直问一问 老师你说影片都给大家看 谁还要来上课 那时候的想法是 那没有人来上课就算了 我就不要教了 可是一直教 教到现在还是有学生 OK 所以这个当然 我也不知道 反正一直往下 而且最近刚好 还有音乐聚会 居然有 单位 蛮大的单位 找我 当命题的 我想说 怎么会找我呢 OK 反正这应该不能讲出来吧 OK 而且我今天看BOSS 最近好像某一家很大的真材 他们居然就是考这个东西 很妙吧 所以 所以有些地方 其实很多是我自己 用我自己的方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不表示说 这是唯一的方式 你们可以再去找别的方法 都不会有问题 OK 那至于怎么找到的 我刚刚跟各位讲 我是每一个都去测 而且每一个我都花很多时间 那我只是告诉你结果 OK 可能告诉你结果就五分钟 但是我可能花了 几千个五分钟吧 几万个五分钟都可能 OK 当然很多时候是出于一种 对解决问题的热情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学习诚 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热情 就是你不能讨厌它 也不一定说你很喜欢它 但是你要愿意花一点时间是必要的 OK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 如果不存CSV 那要存Excel 那怎么做 怎么做这件事情 我起码好像跟各位讲过 就是在第七单元 其实这个第七单元 虽然 这一个sample 其实它主要就是长这样 这个是colons 这个是index 然后这个中间的话就是data 那你如果要把它变成一个panda 一个那个什么data frame的话 那你必须要给这三个东西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第二个 这个是第三个 有没有 然后你就是给它之后呢 它就帮你把它变成一个data frame 那可以变成data frame的话 里面就会有一个方法 叫做什么呢 to Excel 就可以直接把它存在Excel OK 所以呢 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可是问题要怎么变呢 首先 我们要知道说 我的资料 比如说我刚刚的那个资料 上面的部分是color 所以我们一个来 第一个是 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中间这个东西 这一串 其实如果我们用刚刚这个来看 这些东西 实际上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它应该是在那个什么 在XML里面是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主要我们会发现 它这个一个是列 有没有 这个是一个一列 那列里面的第0个就是index 第1跟第2的话呢 就是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data 所以我只要什么 循序的往下 循序往下的话就跑回圈 那回圈的话就从第1个 那如果你是编号0 那我就帮你把它放到index里面 如果你编号是1跟2 那我就帮你把它放到data里面 然后把回圈跑完之后 通通丢到那个串列 那我就产生我要的 有没有 index跟data 那上面这两个是column 有没有 是栏位 那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的话呢 自己手动加一加就好了 三个有了 结果就可以存档 OK 这个是我大概的推理 那至于实际上怎么写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写出来的程式 云端上其实也有了 所以你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的第31页 引用Pandas 将XML存为eSale的档案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把刚刚 其实这里的话 把刚刚从第11行到第18行 这些程式其实可以删掉 阿浦先不要先把它注解 选取之后按Ctrl加1 就是注解 完了 选取Ctrl1 然后呢 我一定还是要先get它 get这个table 然后呢 我底下的话就是引用那个 我网路上面放的这一个 引用那个Pandas 将XML存成eSale档案 这一段程式 然后呢 里面第一个 我就是先建一个空的串列 叫data 第二个的话就是index 所以这个是放Rose里面的1跟2 这个的话是放0 所以我跑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就一样 用那个for each的方式 我把它放往上一下 也是像刚刚放回圈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table里面的每一列 通通一个抓到Rose里面 那Rose里面的话呢 把第一跟第二呢 有没有 里面的文字 append append就是把它放到那个串列里面去 放在data 然后呢 index就算0 有没有 那把这个回圈跑完之后 那我就建我要的那两个串列了 OK 把这两个串列呢 再配合呢 colons colons的话就是上面两个栏位名称 这个栏位名称的话呢 好像A1不用 就是B1跟C1 OK 那两个栏位 记得哦 也是要用一个串列 里面的话第一个就是他的什么 他第一个是编号不用 第二个是中文名称 第二个的话是那个他的总停 这个停车格 OK 然后一样呢 引用那个pandas 的这个data frame 然后分别把这个data的部分 把它放到这边来 因为已经串好了 OK 那index放到这边 colons放到这边 OK 那三个之后的话就产生一个 这个data frame的物件 然后呢 我们再利用这个data frame里面有提供一个方法 叫to 底线excel 存一个档名叫u by .xls 然后就存档OK 然后来试一下 里面应该这样OK的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OK 那你会发现呢 因为我这边有clean的这个data frame 你会发现他这边要告诉你 它里面其实是有657列 乘上两个栏位 OK 所以他也会给你一个讯息 最后的话呢 我可以在根本屋底下 看到有一个叫u by .xlsx的一个 这个excel档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我最后要的结果了 有没有就是两个栏位 然后加一个index OK 而且里面不会有乱码的问题 这个我想请各位试试看 另外你们也可以变一下 因为我只有取前三栏 对不对 其实不只前三 你们可以再变化一下 如果呢 我希望你们把全部资料抓下来 或者不用了 你可能再多抓个几栏看看 或者你觉得有重要性的 翘着抓也可以 试着把它变化一下 请各位试试看这个部分 那因为Pandas存成 excel这一部分 其实用的还蛮多的 OK 所以以后的话 无论说你将来资料来源是什么 反正呢 你只要能够变出刚刚讲的 data index colons 那他就可以帮你把它放到 这个Pandas里面做后续处理 OK 所以 至少呢 你就有那个data frame 的这个东西 那剩下来可能就是 你再去了解data frame 如何做排序 如何做筛选 就跟在seo一样做的事情 那你又可以自动帮你 产生你要的爆料结果 甚至可以绘图 可以把它画出来 OK 不过这个的话 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 这个Pandas 这个data frame里面的相关的方法 那当然会取最重要的 至于说 如果你对这个data frame非常好奇 你想要彻底了解的话 那我好像在云端上 其实也有放一个官方的 这个说明 跟第七个单元 官方的说明这边也有了 或者是说 那个什么呢 这个对岸提供的一个简体中文的一个说明 那里面的话就有包商包含 把所有的这个什么 data frame是什么 他都会举一些详细 就是举一些例子告诉你 然后并且告诉你什么叫data frame 然后里面有哪些方法可以用 还有哪些范例 我真的蛮花时间的 如果你有心要把这个东西趁点了解的话 那就是可能还是要需要做一点功课 那我们后面的话 不会全部 当然我会抓最重要的 可能会用到排序一定会用 筛选一定会用 然后做一些资料的处理 包含可能 简单的把需要的资料抓出来 然后变更一些资料 或者删除资料 或者筛资料 其实如果可以办得到 大体上应该也够用 至于要怎么做 后面的话我们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这一题也先做一个练习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你们也可以再换一个来源 如果我们要练习什么 查那个好了 劳工提前 就我刚刚讲 你先从这个政府开发平台上面 找XML里面的浏览次数最多的 因为我刚讲浏览次数最多 表示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资料 其中我发现第二个好像就是什么 劳工体格健康 等于说你健检可以去哪边检查的一个清单 那里面的话就会有XML 那假如说 总共栏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个栏位 不过我后来发现 这里面他有的栏只有六个栏位 有的好像有的有背识 有的没背识 你们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那如果我希望把这些资料一样 下载下来存成Excel的话 该怎么做 OK 其实也不用改很多地方 其实主要城市都一模一样 只要先把这个连结 先把它存成什么 一个XML 然后再利用element tree里面的那个 这个Path方法解析 抓取它的Table 里面的每一列 然后每一列是一样的方法 把第一列 第一栏放在Index 把其他栏放在Data 然后最后的话再转成DataPlant 再toExcel 那就OK了 好那试试看 如果你觉得还欲而未尽的话 其实 在开放资料里面 光以 中XML的 这个练习 超过一万个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挑你有兴趣来练习 我想应该就够了啦 OK 试试看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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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